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万维 还有机会 能拉 把球领下来 好球啊 内部C的机会来了 这个球的话呢 C的漂亮 当然了 腾上坤出击很及时 这球进攻端的船跑非常的默契 对 完全是打出来了 那么防守端呢 得表扬一下门将腾上坤 这一下出击非常及时 恰到好处 巴斯坚斯 雅果半场来参与进攻 看看这个球 通过中路来做内部的输送 马维选择直接的一脚侧身抽射 打的还是很坚决的 来自于桑德罗利马 毕竟之前我们也提到了 算上足球阶杯的比赛呢 各支球队都要面临这个十天四场的比赛 看看这一次 进去里面 通球空门 球进了 呼如其来 这是来自于高翔的通球空门 我们要知道高翔啊 高翔身高只有75啊 对 在这样的一个禁区里面 这样一个球门区附近 高强掌握了这个落点 凝筹的投球空门 帮助新老队率先扣开对方成直 这个球来得太突然了 肖致1米88 立马1米86 看看这一次前点蹭下来外围跟进的一脚抽射 这球没有能够 看看这一次再送胜中 又是一个半单刀的机会 怎么来处理 小角度直接打门了 这球稍嫌贪攻 朱建荣 当然朱建荣的话呢 打门的这个角度啊 这也会被两个人围住了 太大这边再次找到胡家康 胡家康看看怎么来向前做传递 好的 中备 中锋向边路去扯 立马 边路起 落到后点啊 球棚 投球要掉门 还是被包拳先恰占住了身份 好球啊 这球传得真准啊 这球传得漂亮 周俊成突起来了 周俊成进区里面 倒地 身后的这个身体接触 倒地应该给点球了 这球 周俊成很聪明 真聪明 真聪明 因为刚才倒地的一瞬间 正好是给了个侧下镜头 我们看到了 背后是推了 但是周俊成呢 没有在第一时间倒 但是他好像在脑中啊 思索了一下 那我还不如倒了吧 这个因果关系 我个人觉得是足够的 主跑 后的打门 勺子 打了个勺子 但是呢 彭尚昆应该是有注意到 但是没有办法阻止皮球入网 一个小勺子 这就挺欺负人的 球速那么那么慢 对 米德拉这一下半岛出现问题 嗯 就是机会 看看这一次 边路来了 推提门前 不慢了 但是乌鲁球 哎呦 这球乌鲁球 但是边台举起有越位 就是阿庆鹏那一下 对不对 对 跑的那一下是不是越位 是 关键做看跑动阿庆鹏那一下有没有越位 阿庆鹏最后这脚啊 我们都处理上传慢了一步 来 作为门将位置上也只能够在那些地方支持一下 哦 好球 这球越位周俊成怎么来处理 好球 漂亮 漂亮 哦呦 投冰解牛啊 全费零 啊 这一下 吴晶辉知道这个笑容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释怀的笑容 喜悦的笑容 喜悦的笑容 胜利的笑容 没错 这个球的话呢 没办法 大家就把所有的注意力啊 全都是放在了身前对方球员的指定量身上 结束了 好的 这样的话呢 主策判经纪员吹奖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我请不吝点赞 好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